大家好我是呂岳,今天一樣為大家帶來Clock的Lembs Gap Into Art 風景錄畫或翻譯成風景錄裔的這本小書 那我們在第六個章節中,我們好像已經談到了整個音像主義式畫派的起頭跟結束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在這中間19世紀的過程中這套論述是怎麼樣子去逐漸的建立起來 並且被兩位非常重要的畫家分別是秀拉跟賽上所發揚廣大 同時的這兩位畫家分別也是代表在這個時代兩位非常不一樣的法國繪畫的風格 雖然他們同樣都是被視為音像派畫家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秀拉 秀拉事實上對於作者或者是對於很多的藝術史學家來說 他其實是一個經典的範本 因為他通常非常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以及這一套論述事實上後來進入的學院之中 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教學啦或者是一套論述系統 那事實上秀拉這個人呢他的重要性除了他的整套知識系統非常的穩固之外 同時的他在當時非常關注於當時的整個知識潮流 比如說科學 比如說東方藝術 所謂的東方藝術 以及這個新藝術等等的這些流派 並且這些東西怎麼樣成為他的思考的一個部分 而且同時的秀拉他的個人的野心 並不只是說我要畫好一幅畫 他更重要的野心在於說他試圖去統整整個印象主義的一個繪畫的系統 甚至要把它呈現到像是整個文藝復興時期的那種巨大的一個壁畫上面 到底要怎麼呈現 而事實上印象主義畫派跟這種絲壁畫的繪畫呢 有非常當然在概念上是非常不一樣的 甚至我們他有非常困難的這種轉譯的一個過程 比如說首先第一個在風格上面 14到15世紀的一個絲壁畫或者是大型壁畫 他是仰賴於線條的使用 也就是說藉由這種線條的繪製時物件跟物件之間的相對位置 他得以被安然的擺放 可是如果我們回想起這個整個印象主義畫派的一個繪畫裡面 事實上他就是要取消線條 那你要怎麼樣子在一個線條不明的狀態 在這麼大型的繪畫上面 又可以非常清楚的讓所有的人都得知 那個物件的一個相對位置 而不至於整個模糊成一塊 這是一個非常麻煩 而且重要的一個 要轉譯的一個點 第二個則是規模的部分 在印象主義式的畫派裡面的這個繪畫 都是開始於小型的素描 我在當地以這種非常快速的方式 畫製了一副素描之後 再回到工作室或者是回到自己的家裡面 來進行一個相對比較大型的一個繪畫的製作 可是當你這種從小型到中型 然後你接下來要無限的放大到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比例尺的一個牆上面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等比例的放大 而且你還要能夠把原本就有的這個景深啦 然後乃至於這種人物的相對位置啦 物件的相對位置啊 全部都擺放好 這個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第三個則是在視覺的部分 如果我們說古典時期的線條畫作 非常的有利於去繪畫人物的表情 人物的動作的話 那印象主義式的畫派的這種繪畫方式 又要如何的呈現人物的造型 而你不會覺得過度的僵硬 好像只是在擺拍 或者是格格不入的這種感覺 這非常的困難的一件事情 事實上秀拉就做到了 秀拉他在他的這個 大家得到的星期天午後的這個畫 他幾乎可以被視為是這個時期 這種畫作的一個極大層之作 在這幅畫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幾個 他很重要的一種繪畫元素 包括略過的這個技巧 也就是藉由這種寬筆刷 來繪製 掃過去這個畫作 來成為這個畫面構圖的一個技巧 另外一個則是我們可以特別去看到他對於光影的使用 在這幅畫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幅畫的一個下方的一條黑狗上面 理論上黑色應該是最能夠區別 這隻狗跟周遭的物件 就是非常不同的 或是你可以區隔出這個物件跟那個物件 之間有非常強大一個分隔線的一個部分 可是在秀拉的畫作裡面 他以這種 點狀式的 慢慢點上去的這種繪畫方式 取代了以線條構成的這種 形體的邊緣的形式 所以當我們在看到這個黑狗的 整隻黑狗的周遭的物件的時候 我們發現他跟後方的草地上的那種 綠色啦 或者是他對這種光影的黃色啦的這種 這種周遭的這種朦朧的感覺 全部都被交織在一塊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在秀拉的繪畫裡面 即使連大型的壁畫 或大型的繪畫 我們都可以看見了這個線條的取消 乃至於物件跟物件之間模糊化的這種狀況 這是秀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那當然非常可惜的是 在秀拉的整個 創作生涯之中他是算是一年早逝 所以我們可能並沒有辦法再看見他日後的發展 可是呢 事實上秀拉的整個這套論述還是進入了當時的學院體制裡面 成為整個學院教學的一部分 但是接下來我們就來看賽上 賽上跟秀拉非常不一樣的是 如果我們說 秀拉很早年就已經發揚光大了 但是賽上幾乎可以說是另外一個極端 當然是他到非常非常晚年才被大家所看到 而且甚至大家還不太清楚他到底在做什麼 這到底是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雖然賽上跟秀拉都被並列為 19世紀法國繪畫的兩個 重要的一個傳統 但是在賽上這邊不同的畫家 從他身上所汲取的 通常都只是他繪畫的某一個切面 而永遠沒有辦法去把賽上這個人再更歷史化或者是更 脈絡化的去閱讀 所以作者在這一個章節中之所以要提到賽上 很大的程度正是要把賽上 再重新放回整個印象主義畫派的脈絡裡面 我們就來更清楚的 或者是更 這個脈絡化的來梳理賽上的整個 生平以及他的繪畫的一個脈絡 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賽上他到非常晚年才被看到 這是 幾乎是無可厚非啦 因為他在早年的時候有非常多的一個 當時的繪畫的一個缺點 比如說第一個是他非常缺乏記憶的能力 也就是說他沒有辦法去先 到現場畫了一個小型素描之後 再回到他的這個工作室裡面再繪製成一個巨型的一個狀態 他在這個轉譯從小到大的轉譯的中間呢 就很多東西都會變形 這非常的奇怪 另外他也缺乏學習其他畫家格局的能力 而這件事情會影響到說 他幾乎沒有辦法去製作 這個構圖裡面的景深的關係 所以前景跟後景中間好像永遠都 非常的扁平 與模糊不堪 那當然對作者來說 或許我們並不是要去批評說 你就是做不到 而是有沒有可能賽上的這一種 簡化 前後景的能力 反而被視為他的這個畫作的特殊性呢 或是他畫作的一部分呢 這可能是我們必須要去留意的部分 也因為賽上他早年的這些非常大的一個缺點喔 他大概在1870年左右 事實上是 有一段非常長的時間 都沒有接觸風景畫 他大部分都在臨摹這個 德拉克洛瓦的這個 這個畫作 以至於他常常被認為他根本不會畫畫 甚至他也 當然想當然 也沒有完成他對於繪畫的一套論述系統 他開始去學習整個印象畫派的一個繪畫裡面 他事實上是透過臨摹必殺羅 的一個繪畫 而且最好笑的 或是說最有趣 或者是也 最悲慘的是 他唯一 後來被展出的 一幅畫 叫做絞行者之巫 他之所以會被羅浮宮接受 是因為他長得不像賽上的畫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整個賽上他在整個繪畫的過程中 他一方面有他自己本來的缺點 但又沒有辦法建立自己的論述 然後他最受 當時他唯一被展出的一幅畫又是因為長得不像他的畫 像這樣子一個非常 幾乎也說是悲慘的一個畫家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閱讀他呢 而事實上 也確實他是到非常晚年才開始去製創他自己的一套 這個繪畫的羽繪 比如說我們在圍牆這幅畫裡面可以看到 他跟普桑的構圖事實上是類似的 那他非常強調水平跟垂直的分割線 雖然這使得他的畫作結構相對於其他風景畫來說 可能是比較鬆散的 他沒有辦法處理非常多的細節的機理 還有包括說他在這個自然景物的呈現上面事實上是比較僵硬的 他很多的自然景物 都是類似的 沒有非常多的 不同的這種呈現 沒有多很多不同的層次 而所有東西都是 都是結構相似 很類似相像 沒有沒有特殊性這樣的一個狀態 但即使如此作者還是認為說 如果說 風景畫是 畫家對於自然的一種 他自己非常獨特的一種情感的捕捉的話 我們應該看到說 賽上他是如何的去使用 這一套好像看似很僵硬的一種 繪畫方式來進入他的繪畫 並且成為他的論述的一部分 比如說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鏡物畫 木橋 這幅鏡物畫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說 一樣 他以直線而非曲線來表達構圖 而葉子他被簡化為只是一個線條 但是除此之外呢我們可以發現 樹幹跟橋墩 或樹幹跟樹幹 樹幹跟葉子之間 他還是有非常 清楚的這種 輪廓線 以及線條的這樣的一個繪製 這代表他對於物件的輪廓 還是非常的重視 那這也使得賽上跟秀拉之間 產生了一個非常大的張力 或是兩個非常大的 不一樣之處在於說 如果我們說秀拉他作為一個 好像比較經典的印象主義 畫派的畫家的話 他非常善於將這種多彩的 薄霧的 這種這種多顏色 這種織露他的整個繪畫的基礎裡面 模糊化的物件跟物件之間的那個周則分界線的話 納摩賽上他正式去強調了那個 物件跟物件之間的分隔線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藉由這種好像很意象式的 這種景物的畫質 繪製 比如說葉子啦 比如說水波啊 這樣等等的這種好像比較 不寫實的這種繪畫方式 讓他的繪畫變得 好像有很強大的張力 一方面 有線條 另外方面 在一些自然景物上面 又好像 是模糊的 在這構成了他整個繪畫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質 而 賽上他非常 他實際上是到了非常晚年 也就是在差不多1895年才真正的紅起來 那 在這裡面 對作者來說 順眼當整套思考 賽上他之所以重要的 或者甚至他可能比秀拉 更值得去論述的正是因為 賽上他站在 好像是這個 這個印象主義式繪畫 裡面但是又發展了出來跟印象主義式繪畫非常不同的一種特殊性 而這種特殊性正是他對於這種微感覺 也就是對於自然的這種強烈的這種感覺 他怎麼樣子把他再現出來 而這種再現 很有趣的是他 他將這種 他對於這種物件的閱讀 變成一種隱喻的方式 融入到了他的這個整個畫作之中 但是 對作者來說 這種隱喻式的這種 景物的再現 同時的 也使得這個畫作本身離自然 其實上是越來越遠了 他裡面好像掺雜了更多 這種 這畫家本人對於子景物的一種詮釋與再現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樣去閱讀這種 明明我是畫景物 但好像反而離自然越來越遠的狀態 同時的我們又要怎麼樣把 這個不管是賽上的 或是秀拉的這一套 感覺的一種捕捉 再放回整個繪畫史的脈絡裡面呢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進入到他的最後一個 也可能是後繼 或者我們可以說是結論的一套 論述體系 我們可以看到他怎麼樣再重新重投 再次的把他的整套方法 幫法論再次梳理 那我們就期待下支影片來為各位解讀 謝謝大家